這次我們臺灣鳳梨是拚說要多消去新加坡到歐洲 不過有來出現一些 這個鳳梨有歐心的品質不好的問題 農委會主委 我們今天今天歡迎報告 對著品質不好管理好來發揮 對著新加坡十二黨有問題的鳳梨 是要求業者要再一次免費提供 已經採取冠牙的新鮮鳳梨 找到保護圖 綜合一生一生 透過空分 順利來到二居的墨爾本 不過進來什麼緊急公告 當初的鳳梨太過世 出現變色變質 所以共產生決定不要拿出來 也對消費者說抱歉 過少鳳梨在很多國家出現品質不良的狀況 會帶農委會主委單決定公開投票 農委會來到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占對大陸法大陸島上公司 經營的結合 海外行銷 頂頂進行報告 主委等結論進出 這一波品質不符合消費者 基台 收容台幼是166檔 台幼占外銷比例3% 也表示占對所有出新加坡十二黨 有問題的鳳梨 會要求業者合合處理 我們要求國內的外銷業者 再提供一批十二公噸 免費的高品質的鳳梨 給NQC 來補償所有新加坡的消費者 原本不需要來到立法院 筆順的台東法 當事長紅中修議員出席 主委單決定表示 台東法是國家對生活資源 有政策的任務所以來說明 目前鳳梨 外銷 新加坡 俄洲 日本 香港 都談出有問題 都會表示主要包括欧欣 巡貴施特辦 和英國外銷 中國的招勤 頂三大問題 目前已經要求業者改善 如果共調業者 如果不要照農委會議員做 特別發紅相關的總理金 記者 林翁慶忠 台北報道